大家要不要歡迎這位貴婷 謝謝 怎麼會是你啊 我們先去... 來 這邊請 怎麼會是你 這邊 來 這邊 先到這邊來一下 這邊比較好 等一下會放 你現在來宣傳自己的書 就冒充他好朋友嗎 沒有...沒有宣傳書 真的就是來討他的 對 謝謝Jerry 真的 所以你們認識是因為 對 拍電影 拍電影 對 魔幻廚房 就是那時候第一次 然後就跟劉德華還有Semi 然後還有... 我們那裡面幾乎都是 那時候都很棒的一員 吳彥祖啊 黃秋生 所以其實私下的你是好聊天的 私下也沒有看人 所以是我...問題是出在我嗎 可能是 因為我總覺得 好像跟他是很難有 沒有 我們就... 我們聊天就很舒服 很智人 對啊 就是... 他害羞而已啊 像我跟他來的時候 我就是... 剛剛就沒有見到很開心 可是我就不太敢 去跟他打招了 真的嗎 因為我會很怕 他剛剛碰到我跟我擁抱耶 對 你們沒有擁抱嗎 沒有 後來他跑過來的時候 我比較敢... 因為我怕有時候會覺得說 會不會打擾到人家 所以後來你們在後來 是誰先伸出手 要抱對方的 當然是我啦 對 因為女生還是要等他 因為他剛才不邀請我 我也不好意思抱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他還記不記得什麼 對 記得拉肚子 Gerry 你可能要抱一下 因為記者要等那個話 真的嗎 對 要擁抱一下 好... 剛剛其實跟他真的聊很多 他是你抱過最薄的女明星嗎 是 因為當時抱大S的時候 還沒有這種感覺吧 什麼意思 沒有 他們一起演 對 那個《流星花園》的時候 比較立體對不對 大家要是比較... 比較厚一點 對 所以演一起... 你剛才一起演電影之後 那時候他的經驗 已經演過很多部電影 他那時候已經很紅了 那時候我們一演戲嘛 然後就到香港 然後跟他們拍電影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很厲害 然後每個人的陣仗 像我記得他 劉德華就是那種 出來就是一定都是大概 後面跟著十個工作的人 是 哪有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 九個而已 可是你... 你每次出現後面也跟很多人啊 可是... 比如說像我的更新是... 有一些是親戚是不是 對啊 我們阿嬤 沒有啦 就是... 就是我... 比如說我跟的人 我不會那麼注意 可是我會很注意別人跟著很多人 因為我就會很膽小 所以你就會想說 他們好像很巨大的一個團體 對 像剛剛也是啊 我跟他...跟他聊天 然後我們在那邊報了說 就突然他的公司全部都來了 然後就... 大概也是十幾個 我就說那個... 哪有你真誇張Jerry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是不是突然 會啦 其實會啦 因為... 對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東西你對什麼 你不要... 你不要這麼敲剔啊 你不要忘了他 OK啦 好 那當時演電影的時候 你說被教訓到是說 然後他的演技上 也會讓你感覺到是為了什麼 我記得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也還滿喜歡華仔 可是其實他本人真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就開玩笑 那時候林君在旁邊 然後我就去跟劉德華握手 那時候就是F4還滿紅的 然後我就說你好 我是F4 然後你知道華仔 他接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他真的很棒 他就說你好 我是四大天王 所以我會覺得... 就會覺得他真的還滿... 滿有趣的 可是Sammy有告訴你說 他在跟你合作之前 他就有看流行花園嗎 沒有 有看過 沒有 我那時候真的不敢跟他講話 因為就是會...會怕 可是報導是說 Sammy對仔仔比較好 其實他們四個都... 因為我們共同拍過一個廣告 那所以他們四個 給我的感覺都很好 四個大男孩 所以你並沒有比較照顧誰 沒有 我還需要別人照顧 我怎麼還照顧別人呢 OK 所以你有覺得誰的外型 比較是偏向你喜歡的類型嗎 大S吧 這個都太小了 因為你是不是有說 你還是比較喜歡單眼皮的女生 男生... 對... 還是有嗎 對 所以許家還是贏對不對 那就是吳建豪啊 如果硬要跳的話 太小了 拜託咧 所以你有在建議年紀這件事喔 如果真的有得選 當然選一個比較成熟的比較 對Sammy這一題逃不掉 就是... 顏承旭跟許志安誰比較選 格有格了 一個雙眼皮 一個單眼皮 怎麼去相比呢 所以你個人喜歡 不曉得 這樣給上帝 什麼年紀人事都要交給他 你當然是我們的節目 所以你當時演戲的時候 你有覺得你怕在他面前演不好嗎 當然會啊 然後我在 結果呢 他有沒有對你的演技有什麼 應該還是很差吧 不會啊 你當時有... 沒有 但是我就... 我就感覺他是個很害羞 很... 比較沒有那麼的容易打開的一個人 可是其實他那時候 就是...就是有安慰我 結果那時候 什麼事 就是我們那時候聊天他 我們兩個其實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會覺得比較... 我不知道算合得來嗎 就是我們會覺得彼此很像 所以我們那時候 在日本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還聊滿多的 是哪一種 你覺得你們像的個性是 有時候不善於表達吧 然後可能我們不笑的時候 又給人家會覺得很難接近 面對大批媒體之間還是會害怕 還是會 要上我們節目之前會很相似 會嗎 不會啦 不會 不會啦 因為... 對啊 就最近... 所以你怎麼樣 要跟我聊感情啊 有上過一些節目是不是 前面對阿檔 然後他玩得還滿瘋的 對 所以你其實怕就是 聊你的私生活而已嗎 我們等一下要大聊特聊 也沒有啦 只是我覺得自己不是... 不是那種就是... 可能比較無聊吧 所以可能你說談話性節目 我可能我上去跟他聊天可以 可是就一般作音節目我覺得 我也沒有什麼可以聊的 所以就比較... 比較不適合 是 別擔心 今天有SAMI在 所以你炮火會少一點 好 我們要讓他們兩位一起觀賞 那個SAMI演唱會的一些精采的片段 兩位請坐 來吧 很開心 就能幫你 pil región 你也不喜歡 對你 好嗎 對我 一切如今 天不成分 我會逞到你 你追我歌 結果 你捨得很懾落 你追我歌 會甚麼可錯誤 你知我錯 殺掉光影太多 殺歌 殺歌 現在只好殺歌 你追我歌 意捨得很懾落 你追我歌 會甚麼可錯誤 你知我錯 殺掉光影太多 殺歌 殺歌 意捨中紅殺歌 你覺得像孫志文的演唱會 他唱歌一定就是 絕對不會出披露嗎 不有 會嗎 所以破音或是走音的時候 你會表現出來 讓觀眾知道你有這個狀況嗎 還是裝沒事 裝沒事 所以不會吐舌頭 或是這樣耸一下肩膀 不會 會忘記歌詞嗎 有喔 通常我就自己 繼續去亂填 亂唱 都會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一定會有 唱歌這麼多 所以有沒有什麼衣服 突然掉下來 然後就不小心快要看到 拉一下 所以還沒有到那麼 極致的狀況嗎 沒有